Secret 43新年特辑 带你跟一位美貌与智慧并重的美女见面咯 哈喽 高一 哈喽 打扰呢 你现在在干嘛 我现在开会 那可以打扰一下就问你一些问题吗 可以啊 我们已经开完了 好 那想问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最近在拍一部八度空间的电视剧 叫开餐吧 吃货小妹 可以透露一下这部剧是拍什么的呢 这部剧是一部关于煮饭 关于饮食的一部喜剧 新年的社会播 哦 你在里面的角色是什么呢 我在里面饰演李轩 李轩是一个事实物 开朗聪明的一个女孩子 哦 那可以知道一下 你在拍摄的时候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因为戏里面有我啊 Pauline啊 Henry啊 跟Jordan啊 有一场是我跟Henry要淋雨的 我们那个时候还淋了整个晚上 然后还要很暧昧很暧昧 像看对方 很可怜 其实 可以想象到画面 那想问一下大概什么时候会播出呢 会在今年1月24号 新年的时候 每逢星期到星期四晚上9点半 在八度空间 那我想问一下呢 就是提到新年 新年期间你最期待是什么呢 新年最期待就是跟家人一起度过啊 吃团圆饭啊 然后一起回家乡 探望外婆 探望婆婆 那你今年的新年计划又是什么呢 呃 今年新年呢 因为弟弟跟妹妹在外国都会回来 所以希望可以好像以前这样子 跟婆婆一起度过啊 一起吃婆婆煮的东西 弹一下 哇 好好听耶 很久没有弹了 那我想问一下 你在新年特别会注重什么 特别习俗吗 其实没有耶 从小到大 我们全家人都没有特别要记什么东西啊 都没有的 我们都很liberal的 那你之前在英国练书的时候 佳姐的时候会不会特别想家 会 每年新年的时候 会跟全家人一起Facetime啊 一起上Skype啊 然后 会 其实有试过想要煮爸爸煮的东西 可是都煮不成 我的厨艺不是很好 那我可以知道一下 为什么当初你会就是突然间决定去 就是赞别演艺圈去英国留学呢 嗯 我觉得每个男生或女生呢 都要有一个教育的背景 因为这样子人才会有深度 那如果我拍戏啊 以后可能老了 没办法拍戏了 at least 我有个背景 我可以靠自己生活 那我想问一下 你在英国留学的时候 有发生什么趣味的事情吗 呃 英国啊 有 我呢 其实不会煮饭的 我记得我第一年去的时候 那时候不会煮饭 然后没有办法要吃家里煮的东西 我就买baby food 然后放在一个锅里面 这样子吃 很可怜 吃了一个半 一个月半 然后没有办法要学煮菜 难怪你还那么瘦 对 那个时候瘦的特别多 那我想问一下呢 你在外国生活又读法律系 你是怎么样去解压的 呃 听音乐哦 看戏哦 看YouTube哦 嗯 在留学期间 你会不会特别去想念 就是在马来西亚拍戏的日子 会 其实我很坏耶 我读了两年过后 有一年我拿了一个休息 跟学校说我要去台湾拍戏 去台湾拍了个电影 再回去读书 OK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娶到律师执造后啊 嗯 你会想要边拍戏边做律师吗 嗯 其实一边拍戏一边做律师 是almost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会花大概两三年四五年的时间 我会来专拍戏拍多几年 然后再去当律师 那你之后会想要挑战 就是用饰演相关的角色吗 会啊 只是没有人叫我演而已啊 哦 那可以选择一下 演戏主持和唱歌 你最喜欢哪个领域呢 演戏 哦 那想问一下 在演艺系列中 你最想合作的女演员是 哎 马来西亚呢 很想跟Sherifa Armani一起演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棒的演员 那男演员呢 Chris Hemsworth 那如果跟Chris合作拍亲密戏的话 你愿意吗 愿意 哇 你最能接受最大程度是什么 没有 没有极限 哇 为了她豁出去了 那问你一个问题 今天如果有好莱坞的电影邀约 或者是为一个受案者的 那个深渊的案件 你会怎么办 深渊的案件 因为如果好莱坞电影要找我的话 他们会等我的 哇 你真的是又是女学霸 又有自信又美 听起来是零缺点 还是你有什么小缺点呢 有 我其实很容易执着那小小的东西 然后反而太执着了 然后忘了其他东西 迟到啊还是什么的 那很多人认为美女都是花瓶 你认同吗 我认同啊 我认为美女都是好花瓶 因为一个好的花瓶 要是有料又有用的 可以插花啊 听起来不错 那一直以来你的感情世界都非常神秘 所以目前的感情状态是 保持神秘 那你曾经谈过多少次恋爱呢 几次咯 那你的择偶条件是什么 老实 有伤心心 勤劳 疼我 那如果有一位非常欣赏的男生出现 你会主动追求他吗 会 那你对爱情的态度和憧憬是什么呢 顺其自然 开心就好 好 那爱情事业友情家人生活 在你心目中的顺位是 家人 工作 有情 爱情 生活 那提起生活 你平时最爱的休闲是什么呢 看书 看电影 听歌 那你会不会有一些职业病毒 说你会去相关看法律相关的一些电影 会 特别喜欢 有一个电视剧叫素 我看了两次 那2019年刚开始 你今年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呢 一 为自己的生活 照顾自己的健康 不要太过顾虑别人在想什么 顾虑我在想什么就好 那最后农历新年就要来临了 有什么话想对Chapters的观众说吗 希望你们过个开开心心的新年 身体要健康 恭喜发财 还有不要忘了1月24号看开餐吧 吃货小妹 吃货小妹 爱飞 小妹 老师 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